嘿,你知不知道刚来到爱兰的时候 我带的欧远现金不多 再加上我忘记带银行提款卡过来 所以我有好几天时间是在等待着我爸爸妈妈 赶快转帐过来 就是过着几天非常非常提心吊胆 缺钱的日子 再加上那时候是刚刚转换到一个新的环境 这里没有认识的朋友 没有认识的人 自己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 这种缺钱感觉真的是格外的思想 记得下来会看到ChristopherTV 还有我的频道主要是制作 关于爱兰留学生活旅游的影片 那如果大家你们对爱兰有兴趣的话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 还有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有一新影片就可以收到通知了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刚来到爱兰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小事 还有不算是很大的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还是会变成大事的 中学毕业你们对于银行提款卡 还有银行转账 这些事情你们到底会不会熟悉 我本身 因为我本身不是读商科的 所以说我刚刚中学毕业后 我对这些方面其实还蛮陌生 我不懂得什么Visa卡 Debit卡或者Credit卡怎么用 我刚刚中学毕业的时候 我是真的对这些事一窍不通 我好像是在我拿着Debit卡 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才知道说 Debit卡这样可以去超级市场 拿来刷卡的哈 我其实我刚刚的时候 我只认为说 Debit卡应该可以直接ITM拿钱罢了 我从来那时候 我突然发现说 诶 竟然有人用Debit卡来买 来刷 然后来买东西啊 OK 我刚刚中学毕业说 是真的真的 我对钱这一方面 对银行银行整个这些方面 我是真的不熟悉 非常非常陌生 所以说这也让我在 出国留学的前一天 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也就是我把我的提款卡 交给我爸爸 告诉我爸爸说 我不需要提款卡 出国过后 也不需要提款卡 那么因为我当心说 那个汇率会很高 所以说我觉得说 我就不要带提款卡 就让我爸爸带 就是让我带现金来就好了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决定 因为只带现金的话 我就死人差 好 你当你申请来爱兰留学的时候 你的留学代理应该会跟你说 就是来到 刚来到爱兰的时候 你会他建议你带多少现金 因为说真的 现金不要带太多在身上 因为如果你遇到爬手 遇到抢劫 或者你自己糊涂把它弄丢了 你的损失会很大 因为如果你损失500欧元的话 换货币是蛮独钱的 如果你是损失1000欧元的话 你自己应该会很心痛 你爸爸妈妈会很心痛 所以不要带太多现金在身上是对的 我想他们应该都会鼓励你带300-500现金 100-500现金 其实也是处处有余 因为你刚来到爱兰的时候 你其实你花费会蛮高的 因为你刚来到爱兰的时候 你应该不会自己煮 所以说你会去除气吃 所以说当你除气吃的话 花费就会比较高 再加上你需要买一些家具 一些厨房需要的一些厨具 或者说一些厨房用具 或者说你需要买洗衣粉之类的生活用品 所以说刚来到的时候 你应该花费会蛮高的 但也不要带超过500欧现金 因为你知道 如果不见或者又要抢钱的话 损失是蛮惨重的 好 另外一个事情呢 我想鼓励大家 你们一定要带你们马来西亚的银行卡 就是银行提款卡过来来到爱兰 因为至少你有着马来西亚的那张提款卡 来到爱兰 你爸爸妈妈还是有机会可以送钱给你 就是送钱到你这个提款卡的户口 因为你来到爱兰 你要去开户口 然后等到那个银行寄给你那个提款卡 还是会需要一点时间 可能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时间 如果你身上没有马来西亚的那个提款卡 就是你本身的国家提款卡 你来到这边像我这样子带现金的话 我没有任何的银行卡在我身上 所以说我身上也没有任何的银行户口 可以让我爸爸妈妈寄钱给我 所以说我就面对着一个非常惨的情况 如果我现金有一天花完了 或者说我被打抢 被人家爬走的钱 那我就会面对着一个在一个非常陌生 新的环境没有朋友没有亲戚的新的环境 缺钱的情况下 再加上你刚刚出国 你刚刚转换一个新的环境 如果你的抗压性 你的那个独立能力不够好的话 你就会哭 哭了过后你会非常想家 然后你就会放弃 留在这里流血了 那你刚来到爱兰的时候 现金的话就带300到500欧元 有一定要记得带你原本国家的银行提款卡 当然因为你拿的是马来西亚提款卡 在这边可能买东西或者提款的话 它会有额外的那个就是服务费 会差一点的话 可能会互利上会比较高 但是也总好过说 你身上没有任何的银行 户口跟你跟着你走 你不帮忙 没有办法汇钱给你 活在一个以钱为生的世界 没有钱 你真的会遇上很多麻烦 重点是你穿穿麻烦 你没有钱是很难解决的 我真的不想要大家来到这边 然后因为钱这个问题 毁了你来到这里留学那种 美好的时光 然后让你可能就是打下糖果 就回到回马来西亚 回台湾 回台湾住 回台湾留学 我不想说 大家难得你们采取那个行动 鼓起勇气出国留学 就因为这个钱的问题 让你就是想要回国 好所有家长们 关于就是怎样 从马来西亚银行转账过来爱兰银行 因为我爸爸妈妈 就是我爸爸他在转账的时候 也好几次失败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失败 就是我朋友可能就是爸爸妈妈 他在星期一就是转账 然后星期了他们就收到 我爸爸是星期一转到我到星期五 还没有收到那个钱 其实我觉得说就拖太久了 然后我爸爸是想象就是失败 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失败 或者说那个银行需要更久的时间去 我也不知道啊 我不是读会计私有 所以说我对银行这方面不怎么有知识 但是我爸爸的做法呢 他是到最后 到最后他转 他转换的方式就是一利用 公众银行公众银行 然后用 就是上线 就是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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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就是上网上网上网 然后就非常快 我际到现在我在利用公众银行通宜 然后 juste上网上网上网 privatebank 然后转账 然后非常快 就可能就是昨天撞符 我今天就收到 所以大家 在看我这个影片的家长们 或者就是朋友们 你们可以找到家长 可能可以 LEav月kind 公众银行公众银行到网上网上网 royal 我 Tarry bank iNeten ем公众铊行公众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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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所以说 大家都可以只用保留公众银行公众银行 然后用online转账 然后大家可以尝试这个方式 因为我爸爸我也不知道他之前用什么银康 就是转账好几次都失败 然后我很疼痛 我爸爸也很疼痛 我爸爸就一直带我 叫我去检查 所以我到底有给他的那个银康 资料对不对 可是一直都很对 一直都对 一直都对 然后就是有很多事情 就是我也不知道 到最后是利用prabbitbank 过后转账成功 好 大家在你们来爱人前一个星期 请记得去做一个功课 就是去了解一下关于国际转账 这些事情 是有对银行可能还有做国际转账 有对银行可能不上场做国际转账 要确保说这个银行 还有上场做一些国际转账工作 可能有的银行可能没有 我不大清楚 或者说你可以去申请一个 就是国际转账的 就是有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你可以在外国提前的 或者是在外国购物的那个卡 还是专门 可能是让你在国外购物 或者在国外提前会比较方便 我也不大懂 就是去了解一下这个金钱流动 就是那个在国际上那个金钱 这样子流动 这样子 确保说你来到国外 你可以有这一张银行卡 你可以拿钱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总不想说来到这边 可能遇到几天 你就是你钱用完 然后你爸爸妈妈又含鱼 那个钱还没有用到你身上 然后你在这里 可能你就真的没有什么朋友 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然后你就缺钱遇到问题 或者说你没有东西好吃 就是那种情况吧 我不想因为刚来到的时候 你应该会 你会想家 你会很不适应的环境 你会有一种恐惧感 我有度过这个时间 因为刚来到爱兰 刚离开一个故乡 离开故乡 然后是一个新环境的话 你会有一段时间 不管你是多大 你都有一段时间是不适应的 18、19岁的话会更加不适应 可能20、30岁可能比较大 你会比较适应 所以说我觉得你会有度过一段时间 是你不太适应那个新环境 你会有点恐惧 所以说我希望说 大家不会被钱这个问题 而破坏你刚刚来到那个美好时光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啊 还有分享这个影片 给你所有需要 知道这方面知识的朋友 我们的下个影片再见 到这个影片 那有人 那我们再赢 这个 movie 学生了 有英诗 term bew 證 through 这